车渠备因为滥捕而数量减少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今年争取到235万元 投入海域富裕计划 并且获得富裕车渠备有成的澎湖 赠送了100颗种备 将折日放养在绿岛海域 绿岛周边干净清澈的海水 清楚看见许多海中生物悠游其中 更是许多国外喜爱潜水的人士 最爱的潜水热点之一 车渠备由海中玫瑰支撑 外形漂亮 但一年约成长一公分 相当缓慢 过去因人为滥捕食用或做成珠宝 车渠备数量也越来越少 经过调查绿岛周边的车渠备 也只剩下约150颗 十分稀少 农业处因此争取235万元经费 也获澎湖赠送100颗种备投入富裕 绿岛车渠备是我们近几年 积极富裕的一个对象 那根据我们去年调查结果 绿岛车渠备在整个绿岛的逐年的环境中 数量都会递减 那我们调查的结果是 100平方公尺里面不到两颗车渠备的一个种备 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富裕的观念 我们今年跟中央单位争取一些预算 然后我们预计来跟澎湖这边来做 自备的一个移植 那预计移植数量是100颗 那在我们绿岛这边我们会放置适合的地点 然后去培育这些自备的生长 那一方面也做一个测区被的一个富裕区 能够一个示范区给我们大家看 就是说绿岛这边还是有一些 约资源需要保育的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 得来补育的车区被的一个资源 尽量不要去裁补它 农业处强调虽然经费不多 也希望投入海域富裕工作 能增加海洋生态毒阳性的保育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道